天然當然比較方便啊 對不對 不用燒廠長在叫瓦斯啊 也比較安全 信義區每個世界社區 成立以來都沒有天然氣管線 讓居民覺得相當不方便 這個社區真的是老舊社區 那因為現在住戶都是長者 那長者來說你若是要用 桶霜瓦斯對民眾來說是真的是很危險 因為他可能晚上很冷的時候 洗到一半沒有熱水 那又要去等瓦斯 那民眾年紀又大了 你若是又不能裝天然瓦斯 真的是對民眾來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再說現在沒有天然瓦斯的住戶 也是真的是寥寥無幾 但是我們的社區 就是最大中沒有天然瓦斯的社區 市議員何淑萍今年初邀集了公務處 新龍天然氣公司延商 爭取鋪設天然氣管線進入社區 經過多方努力 總算有好消息 因為美的世界的住戶 他沒有天然瓦斯 然後就到這個里長還有議員的服務處來呈勤 然後我們就經過辦理會刊之後 請他們去調這個他們的瓦斯管線 然後他們發現三項跟五項的雙號 有一個就是既有的一個民館 然後就是透過他們就是簽那個民館 然後大家來平均分攤那個民館的費用 那大概一戶可以就是要分攤兩萬五 那如果說依照你的樓層跟你的爐具的話 你那個錶內館的話 你還要額外的再付那個插架 那這個是三項跟五項雙號的部分 那其餘的五項、七項、九項的部分呢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既定的民館以及主管 所以說目前他們 新隆瓦斯在這裡是沒有規劃的 那我在這邊也會積極的來爭取 除了降低這個費用之外 我也會積極來爭取 他們來佈更多的這個主線和管線 讓我們美的世界所有的住戶都能夠有天然瓦斯 目前規劃教校街三項、五項、雙號住戶 利用原來的就有的管線進行施工 不過天然氣管線鋪設有一定的程序 管線施工的道路都需要經過每一戶住戶同意 因此天然氣管線普及率在基隆只有60%左右 教校街三項、五項這個案例是比較特殊 它本身它在外面他們社區外面就有一個記設的民館 那它因為記設民館 我們一般在推廣這個補密戶社區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就是會考量兩個 一個叫做效益成本分析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住戶的同意書 因為每一戶都是自己是所有權能 所以同意書要收取其實有它的困難度 那基本上就是在這個何議員跟那個專理長的協助之下 他們就協助我們去收取這個出戶的同意 那我相信後面的話 如果說同意書都可以就是都可以收齊完成的話 那達到一定的數量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是樂觀其成 雖然目前只有三項、五項、雙號住戶 可以安裝天然氣管線 但議員何淑萍表示 未來將繼續向新龍天然氣公司爭取 鋪設更多管線 讓管線能夠更普及 經費更便宜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